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痴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事的 一起打开看看吧 是什么 两个黄黄的 哇 这个是表情猫 一个眼睛发光笑的 一个是笑嘻嘻的 都是很开心的样子哦 那它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还得继续打开呢 来来来 来来来 里面还有袋子 这包装真的像机关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 感觉这里面的东西非常的珍贵呀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包装呢 一层一层的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哇塞 是巧克力耶 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的哦 因为女生吃巧克力啊 能让心情变得好起来了嘞 来来来来 看一看 既然它的包装那么神秘 看来这些巧克力啊 应该也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一定会特别好吃 大家知道我第一口下去 有什么感觉吗 很浓香的花生味儿 吃到最后呢 就是浓浓的正宗的巧克力味儿 慢慢的进入你的口腔 哇哦 难怪它要包这么多层 就是怕在运输的途中气温太高了 把它的味道给损坏了 哇不容易啊来的 但是味道真的不一般 嗯 巧克力啊果然是治愈系的好东西 啊 接着藏第二个表情包里面 藏的是什么呢 哇 吃不吃完的巧克力 真的是像它的表情一样耶 看看这个 当你吃了它 然后吃到它的味道之后 真的你看到它就眼冒星光 啊 流花达的流口水了呢 哎呀 开了半天耶 哦 我发觉每次真的很手残耶 开个东西也开不开 怎么办呢 你说是它设计有问题呢 还是我这方法有问题呢 行 换个人吧 来 导演交给你了 我还是继续再吃一颗吧 我的笑脸巧克力 哇哦 大家看看它笑的样子 哇 好得瑟呀 再看看其他的 哒哒 这是调皮的表情 吐的舌头 再看看这个呢 嗯 继续调皮 哇哦 这个是耶耶耶 再点赞 称赞我的巧克力 非常的棒 明白了 啊 果然还是导演比较聪明 要啊 一会儿就开了 我来看看这里面的表情 哈 这个依然是笑得非常开心 眉毛都挑上去了 这个呢 跟刚才的一样 然后最后这个当然知道了 是树大拇指了 啊 这么多的好吃巧克力 真幸福呀 嗯 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呀 我发现呢 人生真的充满了乐趣 每天都可以品尝不同的好吃的 哇 人间极品 感觉是花生的香气和可可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然后就做成了吃款巧克力 看着导演嘴馋的份上 来 导演 送给你了 别谦虚啊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这一种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纯正好吃的 表情包巧克力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儿呢 喜欢的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